再來就是這次Pixel 7系列裡面 播出了一個新的功能叫做 模糊修復功能 它一樣是利用演算法 去讓你拍模糊的照片變得清晰 我剛剛想要嘗試拍模糊的照片 但我發現我怎麼看 它拍的都超清楚 其實我發現就是Google 它一般來說 它的快門速度都會非常的快 抓到我驚訝 整個定格耶 歡迎收看未來生活題目 我是資深科技的懶貓 我是科技外賣協會的阿翔比賽 好啦我們直接進入今天的主題 今天我們要討論的東西就是手機啦 手機是我們現代人最常使用的科技產品 但是我們常常體驗手機 其實多長會有點感覺說 哇每次手機差不多啦 真的喔寫不出來耶 心不得知道嗎 大家會比較在意一點 可能就是拍照要漂亮 續航力要好 效能要夠 操作上是滑順的 再來就是當然是外型啦 那如果這幾點都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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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一支還不錯的手機 那我們今天到底手機還可以討論什麼 對我們現在手機使用起來都還蠻類似的 可是其實各家廠商 能夠提供這種平衡的體驗的手段方式是不一樣的 例如說小米大家都知道它規格很感開 也賣的還蠻便宜的 蘋果的話比較平衡 系統穩定性比較高 各個功能好像也都算蠻到位的 那當然有些手機強調的是 遊戲的效能啦 拍照 那今天呢 我們的主角就是 Google Pixel 7 Pro 漂亮耶 給過 詹姆妹 對它的確蠻漂亮的 那Google手機呢 相較於其他品牌 它的特色就在於 它使用的是原生的Android系統 它沒有透過任何的客製化 畢竟Google就是Android的老爸 那是不是不是老爸 那原生系統有什麼好呢 首先 Google的手機能夠享用Android最新版本的功能 另外 Google有一些獨家的功能 會放在自家的Pixel手機上面 完美的協調去運作 那另外一個優點 它的拍照非常好用 其實現在很多拍照的技術啊 都是Google第一家提供出來的 像是現在很流行的夜景模式 夜視模式 當初Google就是透過演算法 讓夜拍變得很亮很清楚 所以Google在拍照方面的 演算法的進步程度真的是很厲害 那再來呢 Google從Pixel 6這個系列開始 使用的是自家研發的晶片 叫做Tensor 那這一代呢 使用的是Tensor G2第二代的晶片 這個晶片的特色就是 它沒有在跟別人比效能的啦 它比的是整合的功力 跟AI運算的優化 這個我們等一下就會馬上來提到啦 那今天呢 我們就來針對Google Pixel 7 Pro 大家最期待的幾點 首先就是拍照 AI相關的功能 還有這次到底整體使用的感受如何 來做一個快速的介紹吧 GoGo 好啦一開始不免俗的 我們還是來先看看外觀吧 現在手中這個顏色呢 叫做霧灰色 那其實霧灰色之外 還有另外兩個顏色 一個叫做雪花白 一個叫鑰匙黑 這個霧灰色就是它帶一點綠的感覺 搭配上有點像香檳金 跟金屬框 配起來有一種古典氣質的感覺 其實Pixel 7 Pro 跟上來的手機設計幾乎是一模一樣 但是我覺得在細節的打磨上面啦 更用心了 像是相機的這個條 如果大家看我上一支影片 就會知道 上一代的相機條這個金屬 其實跟中框 它不是一體成型的 而且它的弧度上面也沒有做延續 所以你摸的時候會覺得沒有那麼順 可是這一代呢 做成一體成型的那個質感 我覺得又再有進步 而且我有注意到充電孔 它有上色啊 HOLYES 哇 而且我覺得 因為現在大家相機的鏡頭 不是都會集中在 抹上角 每一支看起來都長得很像 非常有辨識度 這次的Pixel 7 Pro的螢幕來到6.7吋 螢幕的兩邊也是有稍微做曲面螢幕 但是我發現它的曲面又做得更小了 以我喜歡平面螢幕的人來說 其實看上去還蠻舒服的 然後另外它的顏色對比 我覺得也非常漂亮 最高亮度這次來到1500尼特 所以呢在戶外觀看的時候也會蠻清楚的 這次Pixel 7 Pro的解析度其實有來到1440p 但是比較微妙就是 出場的時候它是給你1080p的設定 大家要記得直接改成1440p 不知道為什麼我注意看是不是 對啊為什麼 其實解析度通常就跟電量的表現 還有系統的流暢度會有點矛盾啦 你解析度越高那你系統就會越吃力 可是呢我改成1440p之後 在系統的流暢度效能表現跟電力方面 都沒有任何問題 這邊我就要特別說一下 這次Pixel 7 Pro的電力表現 真的很不錯 而且都幾乎沒有Fire的問題 開相機啊 或是玩一些loading的一些App 它Fire的狀況也不是很明顯 好啦那靠外在呢 我們就直接來聊聊它的Next App 重點當然就是它的Tensor G2 第二代自己研發的晶片啦 那就如同開頭提到一樣 它著重的是它跟系統的整合 它對AI演算的優化 如果你講效能的話 它其實跟大概2020年的旗艦晶片 蕭王865差不多 但是呢 流暢度效能表現方面 我自己使用下來是覺得 完全沒有問題的 而且 AI的Nuron Pixel 7 Pro 擁有一些其他手機沒有的特點和功能 就是我們接下來看的部分啦 AI啊 沒錯就是AI啊 這個點讓我有點糾結 你說I嗎 I I就是讓你糾結 對 剛剛一開始有提到 Google的強項其實在於軟體 它能夠完全掌握 但在Pixel 7 Pro上面 這個特點也是發揮的淋漓盡致 但是呢 因為我們使用的其實是繁體中文 但Google的客人遍布全世界 所以在某些著名的功能上面 是沒有支援我們台灣使用者的 哇 當然我這邊還是提起了功能 但是比較有名的其中一個叫做Call Screen 它是AI代接電話 你是說AI會直接幫你接電話嗎 沒錯 你會有一點感覺像是你在跟Google小姐 在聊天對話 它會感知你問的問題 然後去做適當的回覆 它有一個作用就是 你也可以在掌握對方想講什麼之後 判斷這個電話的重要性 再選擇再把它接起來 那另外呢 有一個功能叫做Direct My Call 讓語音電話服務直接文字化 像是如果你拿去銀行客服 不是都要你聽了一大段東西 按1 2 它可以把這些內容直接轉化成文字 並且把選項都列出來 你只要點選那個選項 就可以做回覆了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直接將語音轉錄成文字 Google這方面非常強 它除了轉錄文字的精準度很高 而且它會自動幫你教適當的標點符號之外 它可以偵測多人的對話 像是如果是我跟你在講話 它會列出第一個人講的什麼什麼 換人的時候它會做標記 所以它會直接跑出一個像腳本的東西 這應該是目前 市面上最好用的語音轉錄功能 但是繁體中文的大家 用不到 好吧 所以像以上的功能呢 我覺得就是比較可惜的 但是當然AI不只提供的這些功能 比較讓我驚訝就是 臉部辨識解鎖 回歸了 而且透過AI來達成更好的安全性 但是大家其實可以發現說 它前面就是一顆前鏡頭 不像是Apple的Face ID 它有深度感測器啊 有紅外線的偵測啊 所以呢 在光線不加的時候 在辨識上的 準確度就會有所打折啦 啊 所以呢 它有螢幕下的指紋 這個還是它最主要的解鎖的方式 那螢幕下的指紋呢 上一代其實也會批評說 速度有點慢 那這一代呢 發現有進步哦 但是跟像是三星那種 超聲波技術 指紋辨識的話 它速度還是稍微慢了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感受上還是蠻正常的啦 另外當然AI我覺得它最熟悉的 其實就是Google助理的功能啦 Google助理就是 你只要對手機喊 OK Google 那它就會跑出來呢 它會回應你的任何問題 那這些也都是仰賴 AI的運算去完成的 雖然Google助理 這些年來陸陸續續的 更新蠻多的小功能的 但是呢 好像在台灣使用率就不是那麼高啊 大家有進去的話 可以去Google一下 有哪些使用的小妙方 小技巧 那AI接下來就是重頭戲啦 就是Google Pixel 7 Pro的拍照功能啦 當然 AI其實除了在上面提到功能之外 在效能系統的流暢度 省電 安全性上面 其實很多的面向 都有利用到AI的優勢 當然拍照是大家最注意的一塊啦 像是其實從上代開始 就有的一些功能 像魔術橡皮擦 你說是可以把旁邊嫌雜人忍想掉 如果你覺得它是嫌雜人忍的話 背景就是很單純的話 那修復效果也蠻好的 或是它真的特別的混亂 修復不出來 你應該看不出有動過手腳 可是如果它有一些 比較明顯的線條穿插在 剛好你要修復掉的人 那效果就不一定囉 但是我覺得Google的AI判斷 還是有一定的水準之上 那再來就是這次Pixel 7系列裡面 多出了一個新的功能 叫做模糊修復功能 它一樣是利用演算法 去讓你拍模糊的照片變得清晰 而且它跟魔術橡皮擦一樣 只要你把相片 放入你的Google相簿裡面 就可以使用 當然它修復的程度 還是有一個極限在 可是其實我自己試下來發現 如果你是有對到焦 可是你就是手抖 或是對方是在晃的 這種模糊照片 它修復效果不會最好 但是如果你就是根本就沒對到焦 全部都糊成一片的那種 它修復效果就比較有限 那當然大家都可以玩玩看 對不同的照片修復的效果如何 大家歡迎留言讓我知道 那另外呢 如果大家手上拿到Pixel 7 Pro 找不到這個功能 記得去更新 我們剛剛找超級久的 那接下來講到拍照 我們就直接來提提 這次Pixel 7 Pro相機組的功能吧 這次一樣是三鏡頭的配置 超廣角鏡頭變得更廣了 主鏡頭這次來到5000萬畫素 望遠鏡頭之前是4倍 這次是5倍 而且畫素來到4800萬 看上去OK夠旗艦 但是Google厲害的就是AI 例如說 這次Google Pixel 7的變焦 我覺得很厲害 首先呢就是主鏡頭 你就當作它是1倍 望遠鏡頭這次是5倍 那1倍到5倍之間 例如說 OK我現在拍一張2.5倍變焦的照片 我猜它會用哪一顆鏡頭 1 我也覺得是用1耶 感覺它是不是就是直接放大 媽 不是 哇 這就是Google厲害的地方啦 對 它是會使用主鏡頭 當作主要的鏡頭 因為主鏡頭有5000萬畫素 所以它有充足的畫素 可以做裁切去達成2.5倍的放大效果 可是同時呢 它會調用望遠鏡頭 去補足數位變焦 缺失的一些畫面資訊 結合起來之後 它會提供一張畫質 更好的2.5倍變焦照片出來 可是5倍之後呢 它沒有其他鏡頭 所以它就是利用4800萬畫素 去擷取其中的畫面 可是如果有一個演算法 叫做Super Red Zoom 它也會讓數位變焦的照片成像 變得更加的銳利 漂亮、清楚 更好的地方就是 當你的變焦變到15倍之後 會啟動變焦防手震的功能 讓你的畫面變得很穩定 因為你變得很遠之後 其實你晃一點點 它就會幅度很大 而且畫面上會出現變焦的預覽 你會知道你現在對的是 你整個相機的哪一部分 但是呢 我自己試的時候我發現 如果我想要追蹤一個 比較遠的地方 正在移動的物體 然後放大 我想要追整它拍的時候 因為它的穩定效果太強 我動了一陣子它才跳過去 就是你不容易一直追著一個東西 鎖定它然後再進行拍攝 所以有好有壞囉 但是如果你想拍穩定定在那邊的一些景色 物體的話 真的是非常好用 我剛剛想要嘗試拍模糊的照片 那它是要怎麼看 它拍的都超清楚 我們剛剛就是想試那個模糊修復的功能 所以我們要拍模糊的照片 結果呢 結果我們發現就是Google 它一般來說 它的快門速度都會非常快 抓到我的情況 整個定格耶 那最後就是這次的自拍鏡頭呢 也來到1100萬畫素 畫質上面也稍微有所進步 同樣也是超廣角的視野 可以讓你跟朋友一起自拍的時候 不會擔心誰的頭被 哇 被切掉這樣 拍照當然是Google Pixel系列手機的強項啦 那錄影呢 這次Pixel 7 Pro 當然也是提供了非常強勁的錄影效果 但是 嘿 我覺得還是差iPhone一點點啦 然後對焦可能慢一點點 防手震差一點點 光線穩定度差一點點 但是其實在不同的狀況下 Google Pixel 7 Pro 是有可能會贏過iPhone的 我講的是一個整體的效果 因為畢竟iPhone我覺得還是目前手機裡面錄影 小標竿 那雖然跟iPhone差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Google是一直有在錄影方面有進步的 首先呢 剛剛一直提到AI 這次Google其實在收音方面 又用AI做了強化 所以它對人聲的表現會變得非常清晰 它會去判讀說 現在主體的聲音是什麼 哪些東西是噪音 那就會進行一個降噪的演算 那另外呢 這次Google的錄影裡面 終於也加上了 像是iPhone的電影級模式 那Google是叫它 電影動態模糊 可是其實它就是電影級模式啦 你可以在錄影的時候 用手去指定你要對焦的點 對焦點之外 就會呈現一個景深鏡頭模糊的那種感覺 可是呢 我發現用起來也是 出iPhone一點點 還是出一點點 就是它對於你要對焦的物體的判斷的穩定度 它可能會稍微跳一下 有時候浮有時候不浮 然後邊角的判斷也會稍微不穩定一點點 但是這個功能才剛出來 那Google會持續的進步 Google也很擅長做這種事情 所以大家再給它一點時間吧 OK 節目來到尾聲啦 那當然我們就來做總結 但是總結之前呢 因為節目的時間限制 所以我們有一些特點還沒有提到 我這邊補充一下 首先 這一次Pixel 7 Pro的喇叭變大聲了 但是我發現它的聲音變得比較薄了一點點 可是我覺得清晰度 音質都還是表現得有水準之上 那另外呢 其實Pixel 6剛退出的時候 因為它的眾多功能啊 特點啊 其實它其實比 目前市面上其他品牌的企業相對便宜 其實蠻受注目的 大家買起來的時候 其實好像也蠻滿意的 不過呢陸續的就有些Bug出現了 當然其實隨時時間過去 Google也發佈更新 陸續修整這些Bug 那大家難免也會擔心 這一代的Pixel 7 Pro 會不會有類似的問題 那我可以跟大家講說 安全啦 目前是安全的 目前 那我用下來真的是沒遇到什麼問題 都是一些小的Bug 那用過Android手機 大家也都知道 這個難免會發生 然後比如說有一次我播音樂的時候 我發現在通知欄裡面 是沒有那個音樂播放器 那除此之外呢 其實我沒有發現什麼特別的問題 而且這次電力表現又很好 流暢度也夠 所以用起來蠻開心的 大家有興趣的話 這一點是先不用擔心 先不用擔心 那阿三 你覺得這次Pixel 7 Pro 你對它感覺如何 設計的真的很用心 只不過就是這個玻璃很容易留指紋 但是它的相機 我真的覺得有厲害 我覺得它那個顏色處理的很 讓人家很舒服 而且它夾拍的真的很快 哇很厚快 它有剛剛一個 不是用人像模式去拍人的照片 可是它後來可以自己打背景圖戶 對 這個我覺得很厲害 而且我覺得它處理的非常自然 我覺得很好 它邊角的判斷真的說蠻好 對啦 那這其實可以呼應我們一開始講的 好手機需要的特點 首先 外型美 電子續航力加 系統流暢 那最重要就是拍照美 欸都有啦 而且跟其他品牌的機件比起來 它真的便宜了一截 那Pixel 7 Pro呢 它的售價是 兩萬六千九百九十元起 Pixel 7就是沒有Pro的款式 它講一萬八千九百九 但是其實Pixel 7大概有Pixel 7 Pro的九成功力嘛 但是如果你希望有更完整的相機的組合 那你也喜歡更漂亮的螢幕 我覺得Pixel 7 Pro也是物有所值的選擇 那如果其實跟市面上其他的旗艦手機比起來的話 像是Pixel 7 Pro它的感光元件沒有特別的大 OK 可是它有AI的演算的拍照 那它沒有超級快速的快充 像其他品牌如果快充的話 最多可以到我記得120W對不對 那Google就只有30W 那當然它還是有支援無線充電 而且它可以將電力分享給另外可以支援無線充電的種子 但是也像我們這集節目提到 它也是有它的優勢跟拍照上的強勁之處 好啦 這次Pixel 7 Pro的介紹大家就在這邊啦 大家對於它的AI的功力 拍照大家是不是印象深刻呢 不知道大家對Google這次的Pixel 7 Pro買不買單啦 歡迎留言告訴我你對這支手機的看法 我們大家一起討論起來 那有任何影片中沒有提到的點 或是你有疑問的話 就歡迎詢問我們 我們盡力回覆的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喔 這期節目到這邊 掰掰 工商時間 欸 不知不覺又到年底啦 那年底就代表什麼 聖誕節要來啦 三創今年也會透過一系列的活動和優惠 搶先大家感受聖誕氣氛 今年的主題是LOVE & SHARING 11月10號開始 會員只要來電消費滿5000 就能獲得100的迪翁券喔 而在指定歸尾還有另外的馬兒正理 最後今年當然也有美艷的JKF女郎啦 館內呢 不但有美美的照片牆 驚喜好禮 還有跟女郎紀念合影的機會喔 詳細優惠的活動資訊 歡迎參考資訊欄的連結 就這樣啦 掰掰